眼科医师朱建民受邀于10月15号下午 在文化处演讲厅分享极地动物拍摄及观察经验 这个是高速公路,highway 这样的高速公路我在南极看到的就是只有这一种叫做监督企鹅 其他的企鹅我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做这个高速公路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高速公路 各位知道契督企鹅在海边他会捡食这个小石头 很小的石头来竹槽 然后这个竹槽他竹在山顶上 为了要躲避他的天敌 掠食者 所以他会躲在山顶上 那这一段距离 少只有三四百公尺 有的最远的 像帝王汽车他可以到20公里 会走很远的地方 到非常内陆的地方 那一般像这种大概都七八百公尺都跑不掉 所以这一段路啊 不断的有人走这一段路 慢慢慢慢就切割 就形成了一个好像高速公路 那他们在选石头的时候 是非常用心的来选这一颗石头 每一颗石头就像我们的钻石是一样的珍贵 山上也有石头 山上也有石头 可是很奇怪的 这些企鹅常常他不喜欢山上的企鹅 他就是有他独到的眼光 他会到海边走很远的一段路 去挑他自己觉得重义 或者是他觉得能够献给对方 然后对方会接受的这个石头 那企鹅其实要非常用心的 就像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我们要博得我们另一半的欢心 或是我们要交女朋友的时候 其实你要很用心的 你可能要在家里出门 要打扮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你可能想我约会的时候要讲什么 我要做什么事情 让我的女朋友觉得我是很值得信托的 那企鹅他不会跳舞 他不会去表演他的才华 他会捡石头 那捡了石头以后 他会捡到配偶的旁边给他看 那配偶如果觉得 这一只母企鹅如果觉得说 这块石头觉得不错 然后他就会同意点头 他就把石头丢在他的脚下 就这样一块一块地捡 那像这样的接触器最多可以捡三千颗 三千颗的去 你看 很辛苦 非常辛苦 朱医师自2008年起 曾前往南极三次 北极七次 11月份将第四度前往南极 并于2018年元月2号 受邀到花莲县文化局分享所见所闻 他表示 吉利除了遥远比较困难到达以外 一般人对他的了解也不够深入 但是只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应该可以克服困难 前往一窥 与我们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风貌 刘热文 徐静坤 采访摄影 中文字幕 红组 中文字幕 李宗盈